各位兄姐妹 大家平安 牧师有跟大家分享过说 初爱集记这句书的中心主旨叫做救赎 救赎的源头是上帝 世人都是上帝所要救赎的对象 而每一个蒙救赎的人都必须去侍奉上帝 因为侍奉上帝是上帝救赎我们的目的 以前跟大家有讲过 侍奉有两种含义 一个含义叫做敬拜 一个含义叫做服事 所以说凡蒙上帝救赎的人 那么就会很自发性的想要来敬拜上帝 也会很自发性的想要来服事上帝 初爱集记一开始就记载着 摩西被埃及公主来收养 那么这就埋下了上帝要借着摩西 拯救以色列人的一个福底 上帝既然要借着摩西来拯救以色列人 当然就要先拯救摩西 上帝要借着摩西 带领以色列人来侍奉上帝 当然摩西自己一定要先来侍奉上帝 因为我们不可能要求一件事情是别人去做 让我们自己去做的事情 如果我们看过初爱集记第三章第四章 我们就知道说上帝已经花了好些功夫 说服摩西出来侍奉 而摩西也为了自己的儿子行的割礼 表明说他不用肉体来侍奉 等到摩西回到埃及 跟哥哥亚伦向以色列百姓宣布 上帝要拯救他们的信息的时候 百姓也因此感谢上帝 显现出说他们多年祷告 都得到上帝的回应了 那么照道理讲 摩西他已经预备妥当 以色列人也热烈的一个响应 应该说是上帝带领他们出来解释到了 可是我们看经文好像事实刚好相反 就是法老不但悍然拒绝摩西的要求 说我会让你们把百姓带出去不会的 而且用这摩西的要求 他就加倍的来凌虐以色列人 法老的回应 不但让以色列人对上帝的信息来崩溃 甚至跟摩西反目成仇 这些都不要紧 最严重的是连蒙召的摩西 上帝节选的领袖摩西 他连心里面都开始对上帝产生疑惑了 摩西的疑惑是什么 我们看摩西对上帝说的话是什么 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经文 摩西说 主啊 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 为什么打发我去呢 自从我去见法老 奉你的名说话 他就苦待这百姓 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 摩西这样讲 弟兄姐妹我们注意 从表面上来看 摩西是跟上帝投诉 但实际上 摩西自己都知道 法老不可能这么容易 因着他一句话 就释放出这么大批的人力资源 所以摩西的疑惑是在于上帝 在摩西的说话里面 他认为说 主啊 是你在苦待这些百姓 是你打发我去见法了 是你叫我要奉你的名去讲话 可是事实是什么 我照你的话做了 可是你没有拯救百姓 你没有任何作为 让我觉得失望 以色列百姓 对你信心都崩溃了 这是什么 摩西的一个感觉 说道理 上帝你不对 所以摩西他的疑惑 就转为愤怒了 摩西的疑惑 摩西的愤怒 弟兄姐妹 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我们去想 如果今天是摩西 他向上帝至高的奉承说 主啊 你看我的同胞百姓 在埃及人的手下受苦这么久了 我求你 借着我摩西 来拯救以色列人 让摩西成为以色列人的民族英雄 舍我其谁 主你一定要派我出去 再派我出去 我们的以色列百姓 会一个一个死掉的 还不是一个一个死 是一批一批的在死 如果今天摩西 他至高奉扭 说上帝我去拯救他 你赶快派我去 快快快 那我们可以讲 摩西啊 你根本就一向情愿 上帝不必为你摩西来负责 因为上帝没有派你吧 如果今天摩西没有给他儿子行割礼 我们还可以说 哎呦 摩西你就是 凭着肉体侍奉主嘛 当然得不到上帝的支援啊 甚至于 可以说 摩西把上帝拯救的讯息 带给以色列人的时候 如果以色列人拒绝说 我们不需要神的拯救 摩西我不相信神会拯救我们 摩西我根本就不只 我们大家都不只用神的拯救 我们整齐期待下一个 完了 我们对我们好 如果以色列人 对上帝没有那种感恩的回应 好 那我们可以说 以色列人行恶预备好 神的动工 但是 我们知道 事实不是这个样子 事实是 我们一开始讲的 是上帝你自己呼召 鼓励摩西出来 事奉的 摩西他没有自告分有 他没有一厢情愿 一头热的要宅进去 他没有 是你叫他出来的 好 你说摩西的儿子没行割礼 可是 后来他也行割礼了 照你的吩咐了 那么 甚至于以色列人 听到讯息的时候 他们感动感谢的 低头敬拜祖 所以你看 神你自己呼召摩西出来 摩西把儿子行割礼了 照你的话了 以色列人低头敬拜祖 热烈回应了 反而是什么 上帝你自己 没有照着你的承诺 来拯救以色列人 所以摩西的疑惑 愤怒有没有道理 我觉得有道理 再这样子看起来 因为从头到尾都是上帝一手主导 摩西以色列全面顺服了 所以摩西愤怒当然有道理 弟兄姐妹 对一个侍奉的基督徒来讲 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不是我们的生活遇到挫折 不是我们的生命跌到鼓里 不是我们在侍奉主的过程 遇到难处 或别人的拦阻不样子 比如说你关心别人 被人家冷冷的拒绝 你传分给人 看不到人的悔改 你在主的面前拼命的祷告 看不到一个局势的改变 今天你不是说想在教会 分担事工家里照面固 这些事情其实我们不会去疑惑的 会让我们疑惑的是 我知道上帝在圣经里面 教导我要顺服我的丈夫 我要爱我的妻子 可是当我顺服丈夫 我爱我的妻子的时候 我的丈夫居然在感情婚姻上背叛了我 我的妻子也背叛了我等等 当我按着圣经的教导 为我家人得救 祷告好一段时间的时候 当我按着主的一个教导 有好见证的时候 我看不到我祷告对象的改变 我家人的改变 他们嘲笑抵制我的信仰 十几二十年没有改变 我知道神感动我 呼召我带领我去教导主日学 当我投入主日学事工的时候 学生跑光了 只留下来的学生愿意继续学习的 搬家走掉 这一双简历 这些事情不是全部遇过 那么当我带离根要信主的时候 就差这么临门一脚的时候 我被调到别的地方去服侍了 而他也不能教会了 这些事情我自己都遇过 所以让基督徒疑惑的是什么 不是我们遇到挫折 而是在上帝的领导下去生活 去世后遇到挫折 这些挫折没关系 而且在这挫折的党中 看不到上帝的手伸出来行拯救 这种挫折会带来我们对上帝的疑惑 甚至走得分离 假如没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 为什么我一直按着神的教导去生活 我遇到挫折困难不打紧 在整个过程里面我看不到神的作为 反过来我看到有一些人 他们完全背离神的教导 甚至的话去过生活的时候 没有关系他的选择 重点是神没有按着他讲的话 对这些人做一些事情 弟兄姐妹 摩西会有疑惑跟愤怒 表面看起来他也应有两个 第一个法老的攻击 法老怎么攻击摩西 法老不但是不接受摩西的要求 当然法老是不会接受的 而且加重对以色列人的领虐 这样摩西对上帝的信心受挫 因此对上帝就产生了疑惑 第二个以色列人走到法老 加重的领虐 就把气出在摩西身上 他们不愿意陪伴摩西 说摩西你不要灰心 我们大家都支持你 我们相信你领受意向会错 我们一起走过了 没有 他们罵摩西 你啦就是你啦 你去回头回去米店放羊好了 不要再来了啦 放羊孩子说谎 结果狼狼咬他养他就不进 那你是放羊的老人啦 我们把你赶走好了啦 但摩西恶毒受挫 加重了 摩西对上帝的疑惑 而且不愿意 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 其实法老的拒绝 以色列人的不谅解 那是养义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真正的原因是 摩西没有把上帝的话 做一个完整的理解 做一个整全的贯通 上帝呼召摩西出来示弄的时候 他说过什么话 上帝有没有告诉摩西说 摩西你奉我的名 去跟法老交涉 不出上帝他就把你放出来 上帝没有这样子讲 上帝讲的什么呢 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九到二十节 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九到二十节 如果翻到我们一起来送土和贝亲 曾经说天派到一天 和爱遗及观点 写受骋在那一期的中间 施进我的切热其事 恭喜他 还有他才能赴你去去 弟兄姐妹在第三章的时候 他们还在旷野之地的时候 上帝早就已经告诉摩西说 其实你封我的名去见法老 但是法老不会这么简单释放你们出来 上帝说我知道 虽用大能的手 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 这个虽用大能的手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从事后来看 我会降价水灾 而前面的酒灾就是我大能的手 但降价水灾他还不会放我们去 圣经有另外一个版本 是吕正宗的一个译本 我看过他甚至想说 除非我用大能的手 否则埃及王不会种你去 若按照吕正宗译本的翻译是 我若不用大能的手 那他大能的手是在结而至历史灾 好那么我们来看